这段时间杭州不是一直汛停吗 雨都下得比较大 然后平时呢 我都是开车的 然后这段时间呢 我骑自行车了 然后我关注到就是杭州的市区 几个主要的路口 都装上了这个遮阳遮雨停 我觉得蛮好的 这也是政府部门为老百姓考虑 但是呢仔细一看呢 中间一长六的都是中空的 然后我们不是很明白 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思路 为什么要在遮雨 遮雨遮阳棚的上面开个天窗 雨女士在西湖区上班 她说这几天雨大 自己好几次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被遮阳棚中间漏下来的雨水淋到了 得用手抹一把才看得清路 在这个天窗的下面 它那个雨水也是很大的 相当于没有任何遮挡物嘛 然后马上雨停了以后 杭州就要进入三幅天 那么太阳最大的时候就是正中午 正中午的时候呢 她这个天窗又挡不住太阳 雨女士在记者看的这个遮阳雨棚 位于教公路和天母山路交叉口 雨女士表示这段时间 她流行观察了一下 发现好多个路口的遮阳雨棚 都是这个设计 它这个款式呢 虽然设计的很漂亮啊 我看了一下有点像我们古建筑的 飞檐翘角 但是呢我觉得任何建筑物它的设计都有它的主要功能 比如说你的遮雨遮阳盆 你的功能就是应该首先就是给老百姓们遮风挡雨遮阳 如果你的基本功能不能达到 那么你设计的再漂亮也是没有用的 楼空们可能是透气还是什么样的 你不会觉得你不遮雨了 那倒不会就这么一点点的话 估计也问题不大吧 当然有但是有条凤的话 太阳总是中间肯定有人会避开的吧 我想没什么影响 一般雨不是太多的话一般淋不到 还好吧 毕竟又不会长时间在这站着 对吧 你觉得这条凤是干嘛 呃不知道 杭州西湖区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绿色的散棚是今年5月 由杭州市市容景观发展中心 在主城区范围内统一设置的 为广大市民提供遮阳避雨服务 关于为什么这样设计市容景观发展中心的百科长介绍 杭州从2008年开始设置遮阳棚 目前这款的设计方案也是根据十多年的使用经验总结出来的 这个城市呢 每年八九月份是台风这个高发的季节 中间留一条缝呢就是为了减少这个风啊 对这个盆体这种叫灌气色的这个冲击啊 因为有的风吹过来 它会有一个布袋色一样的 就是如果盆布过大的话 它就顶着这个盆布吹 那么这样的呢就是这个倒塌的危险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呢我们请专家 这个结合多年的经验啊 也通过这个我们专业人员的设计 就是中间 就是留条缝 那么降低这个盆体啊 这个倒塌的风险 那么一般的话 你八级以下的风可以不用采取应急拆卸的 即使遇到强台风来 我们也可以就是紧急的靠这个人工啊进行拆卸 否则的话 如果整个盆顶的话 我就要机械拆除 那这个应急起来是有麻烦的 百科长介绍 遮阳棚的宽缝设计 主要考虑防风和应急拆除 沿用的是2022年版本的设计 综合实用 美观 安全等各方面因素考虑 这款遮阳棚的设计是目前的最优方案 这是改进版的 我们杭州市都采用了这个造型 整个棚底就是没有缝的话 21年以前有新翻的这个案例呢 幽白包黄金眼记者报道